哈利路亚 兄弟姐们平安 大家好吗 大家都好吗 我相信今天 神仍然与我们同在 有阿妹吗 哈利路亚 今天非常的感恩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 第三个星期在这个月里 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预备 我们的心来敬拜和赞美耶稣 好的 现在我们要 同心来为这个崇拜 来祷告哈利路亚 神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伟大的神 你是我们善良的耶稣 今天 我们满心感恩 因为你再次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可以 来到你的面前 现在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来敬拜和送赞美 因为我们知道 你是配的我们敬拜和赞美 谢谢你主耶稣 我们要交托我们的崇拜 在你的手中 求圣灵来领导我们的敬拜 感谢耶稣 我们这样祷告 侍奉耶稣 祝福耶稣 祝福耶稣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主耶稣 让我们用这首歌来赞美祂的美好 来领受祂的同在 哈利路亚 一切歌手赞美 归荣耀的君王 尤其他人 祝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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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慘悲主Hallelujah 慘悲主Hallelujah Hallelujah 是的 隨時合都美好 一切歌手讚美 歸以榮耀的君王 因你陪的唱頌一親伴 我們高聖旺路 高聚主的生命 Hallelujah 一起來唱 慘悲主Hallelujah 慘悲主Hallelujah Hallelujah Sanmechu Hallelujah Sanmechu Hallelujah Hallelujah Sanmechu save toHallelujah save toHallelujah Aleluia Sak me tu, Aleluia Sak me tu,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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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最好的掌声给主耶稣 Aleluia 现在我们要同心 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语 再次我们要来祷告 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之前 来领受神的同在 来高举我们的手 用我们的心 用来赞美耶稣 Aleluia 来感受到神的同在 Aleluia Aleluia 我抱起来 我在你的怀中 熟醒过来 Aleluia Aleluia 2 Aleluia 1 50 1 Aleluia 耶稣的爱 刚强了我的心 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 每夜每一个 套上了地骨 感谢耶稣一致的爱 在祢的圣谷中 祢领我走出来 我跌跌又撞撞 使祢扶我走出来 我满身是伤痕 你将我抱起来 我在祢的怀中 出行过来 耶稣的爱 停止了我的心 破碎了生命 完成起来 心中有燃起 光明的期待 再一次 永远将自己张开 耶稣的爱 刚强了我的心 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 祝福尽 祝福尽 每一个 高山的地骨 感觉耶稣一致的爱 耶稣的爱 祝福尽 爱 当成了我的Z 心心的翅膀在飞去吧 每天每一个人到上了屁股 当写耶稣一致的爱 每天每一个人到上了屁股 当写耶稣一致的爱 每天每一个人到上了屁股 当写耶稣一致的爱 祢是我们的上屁 我们爱你耶稣一致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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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 感谢你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哈利路亚 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已经赞美敬拜我们的主 这个时刻我们要听神的话语 在我们还没有听神的话语之前 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 感谢我们的上帝 主耶稣基督 这时刻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要来聆听你的话语 你的信息求你来恩高你的仆人 好让所传的话语 能够带来新的盼望 能够带来福兴 能够带来医治 感谢赞美你主耶稣 我们这样的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哈利路亚 阿们 感谢主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 就是关于 在上帝手中 的人生 今天我要讲的 是关于我们基督信仰 的人生 道路 那我要带弟兄姐妹们来看几段经文 所以呢 你们有圣经的 可以开你们的圣经 来读这个几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看就是在 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 叶和华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入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那这个第一段的圣经经文 讲到关于每个人生的道路不由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人生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梦想 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计划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未来 盼望 就是每一个人希望明天会更好 我们 大家知道有一首歌 很久的歌 就是明天会更好 有可能各位 能唱这首歌 但是今天我所要讲的 是关于基督信仰的人生道路 我今天不讲别人的人生道路 是要讲在基督信仰人生的道路 那经常在我们的计划 常常我们的计划 好让我们的明天 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但是往往我们的计划 赶不上变化 我再一次重复 我们的计划 常常赶不上变化 比如说 现在我们看 我今天 有出新的手机 当我们要计划 要打算要买的这个新的手机 它又出一个新的来了 你看 现在世界的变化这么快 还有现在的那个 冠状病毒 在这疫情时间 你看 这个病毒还没有过去 新的病毒又要来了 就产生 很多人 活在 忧郁当中 活在 这个 不肯定的 生活当中 所以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人生的道路 不由自己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我们的人生 有在 上帝的控制中 第二点 的经文 我们来看在 诗篇 第31章 第15节 诗篇 第31章 第15节 上段半 我来读 给大家 我终生的事 在你手中 这是大卫 自己说的 他说 他的终生 的事 是在 耶和华 是在上帝的手中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他完全的生活 他完全的生命 是由 上帝的掌管下 那 主耶稣也曾经 说过 在 约翰福音 第17章 第4节 到第7节 在里面 主耶稣 为他的门徒 祷告 向天父祷告 你跟我 都是 主耶稣的 门徒 也是 天父的儿女 我们来打 这个 约翰福音 第17章 第4节 到 第7节 我来读给大家 我在地上 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父啊 这是主耶稣对天父 宣告的 现在求你 使我同你 想荣耀 就是 未有世界 已先 我同你 所有的荣耀 你从世上 赐给我的人 就是 你跟我 已经赐给了 主耶稣哦 我已将你的名 想明于他们 他们本是你的 你将他们赐给我 他们也 遵守了你的道 我们 是要遵守 神的道 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 已经属于 天父了 所以呢 在诗篇里面 提起说 我们的终生 都是在 上帝的手中 这就是代表 我们所有 发生的事 在我们 生命中的 有上帝的关注 所以呢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不要太过 挂虑 不要太过 伤心 不要太 惧怕 因为呢 我们一生 我们终生 有神 有上帝 有主耶稣 来看住 他不会使我们 跌倒 他不会使我们 落在 很大的 重担中 因为 他已经 选了我们 他一定要 祝平安 祝福 给 他的儿女 第三点 我们来看 词篇第37章 第46节 第到 六节 我读给大家听 又要 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 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当将你的 事交托 耶和华 并 依靠他 他就 必成全 他要 使你的 公义 和光发出 使你的 公平 明如 正午 你看 在诗篇第37章第4节 里面记载 又要 以耶和华 为乐 所以呢 在我们的 人生 道路中 有遇到 什么 困难 有可能 有可能 在 我们的家庭中 在我们的工作上 在 我们的 朋友 我们的交往 常常我们遇到 很多的 挑战 很多的 困难 往往呢 我们 会 失去了 快乐 那 在 诗篇里面 所 说的 以耶和华 为乐 不是 像 外在 的快乐 有时 我们 的 祷告 还没有 成就 我们觉得 很不快乐 有时候 我们 还没有 升职 我们 觉得 很不快乐 有时候 某些人 得罪了 我们 我们 恨这个人 也失去了 快乐 但是呢 在 圣经里面 说 不要让 这些事 来阻挡 你 得到 耶和华 的 快乐 那 在 箴言 里面 第17章 第22节 说 我们 来打开 真言 17章 第22节 喜乐的心 仍是良药 忧伤的灵 是苦 苦干 我们 一定要 常常有喜乐的心 我们常常有 喜乐在 耶和华 在上帝 在主耶稣里面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心里 有了 从耶稣 从圣灵 从上帝来的喜乐 那 就是 我们生命中的 良药了 如果我们遇到 什么困难 我们 就不会 被 那个 困难 重担 被压着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 从上帝来的喜乐 我们可以 葬身 所有的困难 困苦 和 这个 我们生命中的 阻拦 所以呢 以耶和华为乐 非常的重要 在 菲律宾 第四章 第四节到 七节 我们来 开这个 经文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你看 这保罗 在重复 这个 在以和华里面的喜乐 他说 你们啊 要 常常 喜乐 他还在 说一遍 你们 要 喜乐 如果 一句话 再重复 就是代表 这是 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身为 基督徒 我们要得着 这个 耶和华 上帝的喜乐 好 让我们 所求的 好 让我们 所 祷告的 圣经说 神 他将 降福 给我们 那我再读下去 当教众人 知道你们的 强烂的心 主已经 尽乐 应当 以武 刮虑 主要 凡事 接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 所要的 告诉神 那在 这里呢 圣经说 我们所 求的 要带着 感谢 感恩的心 无论 我们所求 所祷告的 还没有实现 我们要 有这个信心 如果神的时间到了 我们 一定 得到 神 的 答案 我再读下去 神 神 所 赐出 人 以外的 平安 必在 基督 耶稣里 保守 你们的 心怀 意念 这是 很重要的 我们 在 这个世界上 需要什么呢 就是 需要 主 耶稣的 喜乐 主 耶稣的 平安 这是 很 宝贵的 所以 我们 不要失去 这些事 那 这 就是 我们 我们在 上帝 手中的人生 所要去行的 那 最后 我要 来告诉 大家 就是 我们要将 所有的事 交托 放下 依靠 主 那 神 就会 成就 神 就会 成全 我们 所求的 那 在 圣经里面 也说 他 让我们的 功力 如光 发出 有 圣经 说 在 词边 里面 神 的话 就是 我们 脚前 的 灯 是 我们 路上 的 光 所以呢 在 我们 这个 人生 的道路 需要 有 光 光是 什么呢 光就是 主耶稣 我们需要 主耶稣 来照亮 我们的道路 好 让我们 不 失眠 我们 也 需要 到 圣灵的 带领 好 让我们 不走出路 所以呢 在 今天的 分享 的 信息 我再 重复一遍 我们 要有 从野 和华 来的 喜乐 不要 让 外在 的 事情 不要 让 所有的 困苦 忧虑 来拦阻 我们 得着 野荷华的 喜乐 让我们 在 活在 上帝 的掌握中 让我们 的人生 被 上帝 来 带领 好 我的 信息 就 传到 这里 让我们 来 一起 低头 祷告 感谢你 主耶稣 我们 已经 听了 你的话语 你是 给我们 喜乐的 神 我们 要 活在 你的 手中 因为 我们 知道 我们的人生 是 在 你的 手中 所以 主耶稣 圣灵 我们 要 你 来 带领 我 好 让 我们 变成 一个得胜 的 基督徒 感谢 赞美 你 等下 我们要 散会 求你 主耶稣 来 祝福 我们 感谢 赞美 你 主 感谢 赞美 你 现在 我们 要 领受 从天赋 而来的 祝福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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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天上 神父 愿阿爸 父 的恩赐 主耶稣 的平安 主耶稣 的恩惠 圣灵 的感动 与我们 同在 从今日 直到 永永远远 阿里 阿里 阿们 阿里